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何种叫没有办法预防骨刺的发生呢 第一种是适当的运动 第二个是均衡饮食 第三个是维持体重 我们先来问奶茶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种 我觉得如果是无法预防的话 应该是维持体重吧 因为所有身体健康医生都告诉我们 要适当运动跟均衡饮食 所以我选三 那欣如呢 我也觉得是维持体重无法预防 为什么 就感觉上 很多指向都是这样子 觉得应该是适当运动跟均衡饮食 这已经变成定律印在脑海里了 对对 Jesse呢 就是大部分中西医都会说 你要适当运动啊 你要吃好一点啊 多休息啊 所以应该跟三没有关系 所以所有人一致答案都选三 维持体重 李医师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当然这三个都是我们维持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只是单就预防骨刺发生的这件事来说的话 均衡饮食方面比较没有帮助 所以这一个答案应该是二 因为第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它可以加强我们的一个肌力 维持我们的关节活动度 那肌力越强我们关节负担越少 越不容易退化不容易有骨刺 第三个维持体重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这个身体的体重都是坐落在我们这些 像是我们的腰椎或我们的膝盖上面 体重越重的时候关节负担越大 当它负担越大的时候 其实也越容易退化 越容易产生骨刺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其实是二 均衡饮食 提到这个预防骨刺 不知道说像Jesse你有没有知道什么 改善骨刺的一些偏方或是方法 有耶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也是斩骨刺 然后去看西医看不好 结果他就跑去中医 那他帮他那个调整姿势 就减轻腰的负担 对 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后来他有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对 有比较改善 欣如呢 那我是去看医生的时候 当初检查出来 医生就建议我说 尽量就是不要去推挤他 然后减少体重物 就是比较可以预防这样子 你自己本身有去尝试吗 乖乖听医生的话呢 以前我那时候还没有检查出来 是会痠痛 所以常常都会去按摩 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像都没有效 那之后听医生这样说 我就觉得好吧 那我就比较没有再去这样子推他吉他 好像是又比较差 改善一点点这样子 对 奶茶呢 我想就是应该跟就是要调整好坐姿啊 然后不要不要翘脚 然后我不知道啦 自己猜测 就是不知道喝牛奶有没有效 因为骨头应该跟钙有关系吧 然后也有听说喝醋 喝醋 就不晓得到底有没有用这样 黎师牛奶跟钙有关 会不会对于预防骨刺有帮助啊 还有这个醋的这个偏方 当然这些都是偏方啊 喝牛奶的一个部分的话 对于预防骨子疏松会有帮助 但是它没办法抑制 但是它也不会促进骨刺的一个形成 另外醋的话 我想这个大概就比较没有医学的一个根据 提到这个偏方啊 辛姐很多人为了要去改善这个骨刺的一个不舒服情况 然后结果她尝试各种方法 反而得到这个接触性皮肤炎喔 对 就曾经有一名六十多岁的妇女啊 然后因为就是有骨刺的问题 上背部一直很疼痛 她后来去看了西医发现之后 她就转去给中医做治疗 然后她就每天敷那个中草药 就敷厚厚的那种 一层那种药膏这样上去 结果没多久就发现自己皮肤都有点烂掉了 发现接触性皮肤炎 就是那个可能是药物对于自己皮肤有过敏状况 刺激这样子 结果反而骨刺还没有治疗好 就先皮肤先出了问题 对 先必须要去治疗皮肤病的问题这样子 提到这个骨刺啊 就是说李医师我们正规的一个治疗方式 到底有哪一些啊 就是说骨刺没有症状不需要治疗 但是要注意之事 适当的一个运动 维持体重这些是必须的 但是如果已经产生一些神经被压迫的症状 痠 麻 痛 甚至无力的话 一些口服的一些药物 它对于止痛会有帮助 复健主要是利用一些像是电疗 热敷一些牵引这些 它可以缓解神经被压迫的一个症状 再搭配一些运动治疗 那如果对于这些药物跟复健 如果治疗三到六个月没有效 那这个痛还是依然困扰你的日常生活啊 影响到你每天的一个工作啊 家庭这些等等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病人是不是考虑要接受手术治疗 那如果做完手术之后 术后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说术后开完刀之后 一般的话会打一个内骨钉 就是大家讲的钉子 那这个骨头愈合一般需要三个月 所以我们会建议在开完刀之后 需要穿一个硬的一个背架 并不是只是一般软的一个护腰 它有点像铁甲衣这样子 对 现在有些是比较轻的材质用塑胶的 那它一般的话需要穿三到六个月 就是促进骨头的一个愈合 不要再伤害到它 但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 开完刀之后呢 还是要注意之事 预防这些骨刺的再度一个增生 然后产生这些症状 开刀并不是医劳永逸 那我想请问一下医师啊 就是骨刺啊 开完刀之后 它有可能会再复发吗 当然会啊 只要你继续活下去 骨刺就一定会再发生 只是说不要再去加速它 甚至让它产生症状 那其实可以跟这些骨刺相安无事 它会不会例如说开完刀 又是在同样的部位 或是在它周遭发生这种几率高吗 在同样的部位发生的机会比较低 因为打完内固定 就我们所谓的钉子之后呢 例如两节固定起来 其实这两节之间的活动度 已经很少了 大概不会再产生骨刺 但是打钉子的跟上面的那一节 还有打完钉子的下面那一节 它相对活动度会增加 大家可以想说 你是用骨头去碰一个 打过内固定更硬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其实有时候会加速这些 没有开刀上下节 临近结束的一个退化 它有时候骨刺会增加 那骨刺如果不治疗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 了解